我在想今年这个我们岁次 中国人的岁次是虎年 这个一年头开始 大家就虎来虎去 所以我认为到底是美国人是在虎难 还是俄罗斯在虎难 我们可能再撑两个月 大家就知道究竟是谁在虎难 在哪个城市收看的 欢迎今天的来宾 首先来欢迎东吴大学政治教授 刘碧荣老师 老师好 大家好 另外前立委文化大学教授 郭正亮委员 委员好 大家平安 美国共产党前亚太区主席 方安格·Ross好 大家好 还有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 张静 静哥好 大家好 好 今天我们要把焦点 先锁定在俄乌局势的最新发展 目前最新的态势是 美国总统拜登在昨天表示 俄罗斯总统普丁 已经决定要打乌克兰 而且在几天之内就会动手 攻击的目标是锁定乌克兰的首都基辅 而按照美国的说法 俄罗斯的军队之外 现在也增加了协议库存 显然是为了战争做准备 俄罗斯在前几天也宣布 今天19号要进行大规模的核武演习 而普丁将会亲自的视察 美国国防部的官员也透露了 说呢这个有将近一半的俄罗斯军队 已经就战斗位置 还特别拿出这个卫星的照片 来作为证明 当然说这个卫星照片能够证明多少呢 这个是一个问号 不过先请教静哥 就说战争在开打之前 一定会有一些迹象可循 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认为就目前所显示各项的机枪而言 有兵力的集结 而且也有进驻到驻地 但是却没有兵力的展开 而且就阵地的构筑 以及兵力的配置 火力的这个单位 以及真正机甲部队相对的位置的配置而言 完全没有任何开战的机枪 而且就物资动员的准备 根本就没有长久 预备军事活动的准备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觉得目前美国不断的在讲 而且讲了这个 我就让我想起来 丘吉尔曾经讲过 一个政治人物要能预言 明天下周下个月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别人就问 就丘吉尔说万一没有发生 那就找个理由去解释 他为什么没有发生 所以这个就是拜登本人 已经做了两次跳票的预言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 现在我有这个讲得比较通俗一点 就是管你对我说出 千言或万语 但是我就报定这个老族裔 而且我们中国的古书 这个列寓说节的列子上面有一个 叫做宜林切府 我怀疑我隔壁的邻居偷了我的斧头 你怎么看他都觉得他像个贼 你怎么样他解释什么你都不听 现在美国对于这个事情 就有点这个态度 所以那边就是普丁说破了嘴 说我不会这个进攻 但是拜登就是不买这个账 而且不断在讲 但是像这个样子的持续下来 美国究竟抱持这个态度能够撑到什么 这个时刻 或者这个俄罗斯是不是如他所言的 我认为这两者就是说已经整个全球 就是大家都在选边即化 有的国家就相信美国 有的国家就相信俄罗斯 所以在这个行星之下 我个人认为这个发生战争的迹象是非常小 那现在什么协议库存啊 还包括我记得有一次您曾经研判说 如果真的有镜像失怠这种 那就表示说这个迹象又更明显了 对 所以我就觉得这里头有很多的各种的增后 其实没有到真正的斩钉截铁 可以说百分之百有建立那个英国关系 所以我在想今年这个我们岁次 中国人的岁次是虎年啊 这个一年头开始大家就虎来虎去啊 所以我认为到底是美国人是在唬烂 还是俄罗斯在唬烂 我们可能再撑两个月 大家就知道究竟是谁在唬烂 我觉得美国跟英国都是外围的 你要听当事人跟直接受害人的讲话会比较准 当事人就是乌克兰嘛 乌克兰如何理解这个战争的急迫程度 那第二个就是法国跟德国嘛 法国跟德国他是第二圈的受害者 因为欧洲经济会受到影响 英国就是桥鞭鼓的嘛 美国是在外面看 美国看的是国际大事 可是这种因为牵涉到情报的判断 我认为要从第一线的当事人 还有第二线的受波及的人 他讲话会比较准确 如果连杰林斯基都说2月16号会开战 那你请你赶快把情报给我 他是总统 然后第二个就是看逻辑能不能成立 因为俄罗斯如果是真的先打基辅 而且据英国太阳报所公布的资讯 他是从白俄罗斯打进来 那非常近 那请问怎么收拾善后 基辅你占领之后不代表打赢乌克兰 乌克兰有60万平方公里 那你要怎么收拾呢 请问接下来怎么办 接下来大概就是长期战争嘛 那你毫无正当性啊 你凭什么打基辅呢 你怎么收拾结果 所以这算是可以看成是一个放出来的假讯息 不因为 我跟讲任何战争计划你就要去做沙盘推演 就是你要进也要出啊 要如何结束 战争怎么结束啦 而且你没有正当性 人家立刻可以提到联合国 说你侵略 搞不好还组联合国部队来对抗你 所以你没有理由打基辅 而且你要知道他白奥罗斯的演习部队是先离开 那怎么可能从基辅那边打呢 对 就是你这个逻辑拼不起来啦 然后CNN的军事专家是说 他应该会从这个从西南侧 然后打克里米亚就是亚述海峡那一块 因为至少他可以封锁那个海岸线 把那个地方独占起来 从黑海那一块 不是黑海 亚述海 亚述海 就连到克里米亚 那就拉出一条战场 那这个战区比较好巩固 他如果占领之后 乌克兰要收回去比较困难 可是你打基辅 乌克兰一定全面反击吗 那是我的首都欸 对 拜登这样讲 最近这两天其实也引起大家觉得 怎么会这样 不过除了这个拜登这边之外 我相信包括美国 包括全球都在想一件事情 就是普丁到底怎么想 我们一直在想说 普丁到底的思维是什么 他现在到底在想什么 普丁要想什么那只有普丁知道了 就是说我们从外界来看的话 是 这个如果说你就怎么谈判或怎么讲 我从几个点来看 刚才这个张静兄也谈到说 丘吉尔人的话 你找理由来解释说为什么预测不对 那事实上美国这边的讲法就是说 我现在有什么得到什么情报我就公布 我破你的局 你为什么没有做 因为我先讲了 你当然就不会做了 这是美国的说法 对 美国的说法 所以他现在用的什么 就是你说information 情报资讯怎么用 每次收到情报就公布 然后也有纽约时报成一个专栏讲说 这叫signal war 就是双方传着很多的讯号 传着很多的讯号 就是我好像这个比如说部队调动 我好像这个雪库的水增加 我好像怎么怎么样 事实上没有人想打 就是言很大 就是不断传 所以这个打仗 所以才有人开玩笑说 这个搬到线上来的 signal是这样来看 但如果就谈判来讲的话 就是说你说到底普丁要什么 你想想看 他一开始的时候 他就讲说 你西方要给我一个书面的 正式的有法律 约束力的承诺 说乌克兰不会加入北约 美国说是不可能 这不可能 其实这就是我们说在谈判上讲的 不可能的这条件 叫non-starter 完全不可能的 不可能为什么要提 不可能要提 不可能要提 当然他也知道不可能 所以才有一种讲法说 是要挑起一些辩论 比如说安全的问题把它放到安全问题来辩论 所以你想想看 本来说乌克兰加不加入北约 其实你真的讲乌克兰加入北约 也不见得要同意他加入北约 那么但是这可以变成私下的一个默契 但是不能写成文字 对不对 你提出要求 我不可能用文字答应你 但是我可能默契是答应你 那可是问题怎么下台呢 只有一个下台的方法 就是乌克兰自己说 我不加入 这是唯一的解放 这是唯一的解放 所以常常有这种消息就会传出来 从乌克兰做伦敦的大使 或者说是 这个泽伦斯基自己说是大梦一场或什么 一场游戏 一场梦 对 所以那是唯一的解放 就是台面下告诉他说 你就说你不加入 不是大家就去解放 现在美方不断地放话 我记得礼拜三的时候委员也特别讲 就是我们一般所能理解 见光死理论 就是我先讲出来 你没做就表示说我先讲了 所以你就不按着我所讲的去做 不过现在看到这个局势紧张的同时 白罗斯好像就是在火上加油一样 因为他的总统卢卡申科 他说如果国家面临外部威胁 要部署核子武器 这件事情又怎么看呢 刘老师 对 因为当然了 其实卢卡申科这个 其实波罗底海三小国也很担心 很担心 他说你看美国如果跟俄罗斯 达成什么协议 说美国的部队不进入到 这个北约的东部这些国家 那结果俄罗斯的部队摆到你的门口了 摆到白俄罗斯了 本来他们也在猜 说俄罗斯的部队如果进来了 飞弹也进来了 核武也进来了 结果这些人演习完就不走了 那怎么办 可是现在不是看他要走吗 那也就是白俄罗斯也在玩 那从谈判上来讲 就是我要逼人家跟我谈判这个方法 就把我的问题变成大家的问题 那我说今天我俄罗斯关心安全的问题 你们西方不当一回事 那我们就把变成大家的问题 因为刚刚有提 刘老师有提到 美国我们今天 看起来 听起来是在批评美国 美国有次很多 在最近几个礼拜 包括拜登和国防部长 都有很多有次了 但是我们不能不记得 美国还是对北约成员国家 有一些义务了 所以 其实 普丁也没有亲吴格兰的计划 我有个人是觉得他是没有 我觉得最多可能是支持 你觉得他不会打我 没有没有 不会不会 他也不会降临整个国家 但是我觉得最有可能是支持 会再扩大了 但是在这个不稳定情况之下 北约的成员国家 像其他的成员国家 尤其是美国 是我们目前觉得很不安 那美国派兵或英国派兵 不管是波兰或 或历史特尼亚 拉比亚 瑞瑞瑞尼亚等等 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 现在有个问题来了 因为这也是最近大家在讨论 就是说解决恶务危机 现在唯一解放刚才刘老师有提到 就是乌克兰自己宣布 我不加入北约 不然的话就是说 在之前我们知道有一个 明斯克协议跟新明斯克协议 未来会不会有一个 针对这个危机 希望赶快让它落幕 又有一个新明斯克协议的2.0版呢 委员您觉得 明斯克协议只是停火协议 现在恐怕不止这样 因为事实上现在 乌冬还是在交战 明斯克协议是针对乌冬的内战 而且现在有点各说各话 因为这里有个问题 就是 Zelensky当然他可以说我不申请 问题是你入县 你2019年已经把乌克兰要加入北约 写在宪法上 所以即使你Zelensky不搞 你下个领导人还是受宪法的约束 所以为什么会传出一个说法 这个没有办法证实 就是说肖茲去乌克兰的时候就跟他讲 说你2019这个宪法是不是要修一下 要修 我觉得马克兰他法国总统最近去莫斯卡的时候 虽然没有公开说 但是我个人觉得他直接跟普丁说 我们法国不会赞成乌克兰加入北约 所以你可以放心了 但当然不会公开说 他不会承认 是啊 他选前不会承认 选后也不可能会承认 但是我觉得尤其是在AUKUS时候 马克兰跟美国有一些 可以说有一些conflict 对不对 有一些争议了 所以我相信马克兰 而且他需要这个农员价格稳定 也是德国的立场 我相信他们真的有KOTO跟普丁说 我先问一个问题 这个委员刚刚提到的就是说 乌克兰如果要修宪 那可能性高吗 郑哥你觉得 我认为他会不会修宪的可能性的话 那要看他内部的政情 但是我们纵观整个大事 是普丁很成功的分离了 分化了北约 就是说除了北约 因为北约已经有了 就是说大家各显神东 这个分别都去跟他去打交道 所以北约并不是说只有一个声音 美国以前是北约 这个一切以美国马首是瞻 但是很明显的在这个问题之上 这个德国要去跑一趟 法国要去跑一趟 所以在这个行情之下 他已经很成功的分化了北约里头 大家就是各行其事的 想办法去跟他去 就是达成协议 我们只要去比较一下 当年这个战国时代的 苏秦跟张仪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其实普丁在谈判策略上 确实是技高一筹 就回到了普丁的身上 其实很像在玩德州扑克 好像是说现在 普丁跟这个以美国为首的 这个西方国家 包括刚刚我们提到的德国 法国 欧洲这些国家在内 好像就是在喊一样 就是看谁先这个出招 但目前为止好像是这个 美国被耍的船船转 已经是一个大的胜利 另外美国欧洲国家要花很多时间 在这个仪器上 要花很多钱 比如说派兵到波仑等等 这个也是对普丁来说 也是一个大的胜利 所以他真的已经不管以后怎么样 他已经得到很多质量 这个美国有得到一些 有得分啦 比如说 他得到什么 欧洲人更发现没有美国介入的北约 他们是撑不住的 没有办法谈 没有办法真的让法国德国去谈 这个背后还是有一个美国嘛 比如说美国 巴仑的工匠是人家直接行动 就派两千人去了 你这个说法是我前几天在 如果我看美国的左派媒体 比如说CNN MSNBC 他们的来宾都是这样讲 他们觉得 噢这个普丁他选错很多地方 他撤的位是不对的 已经造成很多欧洲国家 越来越亲美 我觉得完全没有 其实不是 我同意Russ的讲法 我觉得完全没有 我同意Russ的讲法 美国确实有很多人 一直往脸上贴金 说欧洲人发现了 今天假如没有美国的介入 他们没有强有力 而且统一一致的态度对于俄国 是挡不住 抗不住了 而且甚至有找出来 当初对博士尼亚 因为当初欧盟对博士尼亚的情势 动荡不安 一直没有办法下决心 一直到克里尼亚的情势 特朗林顿总统真正派兵 以北约之名然后进去干预 所以又把这个历史讲出来 但是我是赞同Russ的讲法 有很多时候 现在讲是中间贴金 但是问题是 这个马克宏以及肖斯 是摆明了跟这个 华盛顿拜登有很多的旗舰 这个尤其是拜登讲说 我们把北溪二号给关掉 那个肖斯理都没有理他 脸上就露了三条线 他给白眼 对 不是 在这个时候其实另外一个焦点 其实大家也在关注的是 中国大陆在这次的乌冬局势上面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因为这个霍普金斯 大学的国际关系的一位教授 叫拉清科表示说 中方支持俄罗斯反对北约东扩 因为不用任何的代价 但中国支持俄罗斯 入侵乌克兰协助逃避经济制裁 又是另外一回事 然后华尔街日报有报道说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七名常委 现在正为了要怎么样去处理 或者因应这个乌克兰的危机 好像立场是有些不同 这是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报道 所以想请教刘老师 就是说大家都在看北京 对于现在的俄乌局势 是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其实本来就是你看看北京 所有是支持说你要关注到 就官方讲法了 你要关注到俄罗斯的安全的问题 但是他并没有说我支持俄罗斯 打乌克兰 因为他跟北京跟乌克兰的关系很好 而且中国大陆一再讲说 主权独立 领土完整 怎么可以让他这样打进来 其实你看从上一次俄罗斯 他就病了克里米亚的时候 病了克里米亚的时候 事实上中国大陆也是态度也是很两难 所以他也没有支持他病克里米亚 但是更有意思是民间的看法 在微博上一些看法 那有些人是讲说 我们中国人传统上都觉得老毛子 是占领中国土地的 那怎么忽然老毛子变得很好了 所以民间现在有些意见就出来了 我们要跟老毛子走那么近吗 我看微博上也有人在讲说 那么俄罗斯就这样子 那你把艾魂 把那个什么 海森威还回来 维拉迪巴斯特克 你海森威先还过来 你那站不是你海森威不还 你怎么样 所以就变成这个中国大陆 所以他在这边是 在俄国跟乌克兰中间 维持一个平衡 但是其实我补充一点点 因为刚刚讲说你说明斯克协议 其实俄罗斯普丁他有很多小动作 明斯克协议最早就是说 乌冬这块地方是乌克兰的 普丁就发身份证给人家 你发身份证给人家 他说我便利旅游 这不是侵犯主权 这是人道的东西 所以明斯克协议没有完全的执行 那明斯克协议还有一大的问题 就是他达成了一个协议以后 一般来讲说到底乌冬是先选举呢 我们就看到还是说现在这个边界 是乌克兰的边界 就是乌克兰的部队先进来 还是先选举 本来在同票的时候 写的时候是两件事 没有讲先后顺序 那结果基辅方面说 当然我部队先进去收复师徒 然后再选举 俄罗斯说不是 当然先选举才进来 然后又讲说 你要修宪让他有自治权 那什么叫做自治 到什么地步的自治 那大家的定义又不一样 所以结论就是明斯克协议 你说像马克宏什么 中国大陆也说回到明斯克协议 明斯克协议 基本上用字不明确 漏洞一大堆 下面有一个重要的参考 对 这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而且我再补充一个细节 乌东地区的亲俄罗斯的指挥官 他说他立刻要把70万人 送到俄罗斯的冲区 因为他有签证 对 他随时可以跑到俄罗斯去逃避 逃难 有一个问题我快速请教靖哥 就是说 现在中国大陆也密切在关注 俄乌局势的发展 是因为他要当作台海局势的 一个重要参考 您觉得 我认为无论是谁 都会关注 但是他考量的方向都是完全不一样 但是我要特别在这里指出 华尔街日报讲七常委 闭门争论多日 是因为他有七天不见中影 但是七天的不见中影 到底是什么呢 根据华尔街日报讲的这个东西 我只能用三个字形容 叫做鬼扯淡 因为这个七常委 他各有他夜管分工 在集体领导的体制下 他各有 而且他是讲说 今天是普丁到了那边 发了联合声明之后 一离开这边就紧急的召开 然后辩论长期不就七天 中国大陆里头政治的体制 要提到中央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 之前前面的外事工作委员会 一定先做幕僚作业 而且弄完了之后 还要到中央办公厅 才能排得上这个制程 就华尔街日报讲说 这七常委就在那边去辩论 七个常委之中 对于管外事工作 跟不管外事工作 对于基本资讯 以及状况的了解 是天壤之别 怎么可能会去辩论七天 收到台海 根据空军发布的攻击动态 在16号有三架侵扰到西南空域 包括了一架运8电针机 一架卡28反潜直升机 还有一架运8远干机 那其中在这么多的机种当中 其中这个卡28 或者有人说它是KA28 这样的反潜直升机 是第一次出现在这个 西南防空的这个领域当中 那请靳哥先带我们来了解一下 因为这个卡28 对于可能有些观众 是比较陌生的 能了解一下说 它的特性是什么样 卡28其实最早是从这个KA27开始 它有编号27282931 它有反潜的 也有武装的 也有空中预警的 有很多的模式 中国大陆进了这个两种模式 一个是卡28的反潜型 另外一个是这个KA31 基本的飞行构型 是这个完全就是一致 只是上面所带的装具 不太一样 KA28有可以投升标 而且从机尾的后半部 大家看那个图 它可以锤掉一个锤掉声 VGS3的锤掉声 但是KA31就可以锤掉一个 这个就是雷达 那个雷达就是支援航母上作业 所以它进驻航母提供 就是目前我们讲说是 这个美军的定义机的E2 那种同样的功能 但是它流空时间相对较短 所以这个是反潜的直升机 我记得那天这个直升机出现的时候 媒体上面也都会报道说 大家都在猜说这个直升机 到底是哪一个型号的 结果后来是你先 每天是全台湾所有媒体 每个人都在那边讲是5直10 而且说是它是武装直升机 如何如何 所以我一看说是30公尺的高度 那当然我们也有一个退宜的将领 是很外行的在那边讲说 是来测试我们雷达 我们假如换算 假如测试一个雷达之间距离砸的话 那是0.1 microsecond 那是射控雷达才做到 要搜索雷达 那个就是麦坡的这个长度 根本就比那个还长 所以很多东西还是要做做 这个算术的计算 才能对外 所以它那个时候 根据它的高度30公尺 只要从大概50尺到300尺之间 垂吊声纳都可以 所以在那个地方 它应该是在做垂吊声纳的这个战术 但是因为它是舰载型的 而它所出现的海域 离这个岸上有相当的距离 它所以必然是从舰上起飞了 但是我们的新闻报道 其实这个相关的状况 有很多东西并没有把它发布 第一 那边有哪些水面舰 第二 它在那边做什么 必然是水下有什么东西 第三 我们也知道有个运巴型的这个就是海巡机 也有反潜的能力 它为何没有定义跟悬疑一起来做 它到底顾虑是什么 第四 它除了就是有这个调放声纳之外 它有没有投放声标 而且它在那边流空的时间的长短 可以判断出来 它究竟去抓水底下的潜艇 已经抓到什么样的程度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潜艇是谁的 假如是他们今天在抓 不是我们 就是美国 所以在那个情形之下 就是说这里头透露了 这个很多的讯息 其实对于我们而言 这个兆头都不是很好 而且我 我们还没有这个建筑于媒体的 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台湾 对于我们的整体的安全形式 是一个完全反常的这个状态 我们对于这个在西南空域 有这个供机在那边活动 我们在那边这个绿营的这个国安高层 不断的在贩卖这个就是芒果干 然后起扰 扰台 讲到从2019年4月1号讲到现在 结果现在等到东沙东影 真的有飞机飞到头顶了 然后立刻就把它淡化处理 您现在讲的就是 我接下来想请教这个委员的 就是说除了我们刚刚提到卡28 反潜直升机 是第一次出现在西南空域之外 那当然这个国防部 否认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刚刚还提到说 疑似有共机闯入东沙的领空 现在国防部是低调冷处理 歼16 对 委员怎么看 国防部说是蛾床的 他是说否认 而且说民众录到那个广播 两军在空中的 他说全部都是假的 对 根本没有进入领空 这个就是靖哥刚刚讲的 就军方淡化 可是你们乌宗 国安高层淡化 你乌从查起嘛 李立委紧张有什么用 军方就跟你讲没这件事 那你怎么查 但是网路上面 这个录音带到处在传 对了 没有错 真实性 真实性我不知道 只要听北京回答 还有那个卡28 那个也显示 至少中共的军舰就在附近 不然他是从哪里飞起来 对 对不对 那为什么那个军舰在附近 我们不知道 这个也是问题 所以刚刚靖哥讲到说 这个反潜直升机的出动 他到底侦测 因为他是从舰上起飞的 他不是从领土起飞的 他那个调放身上不是调一下 他是根据可疑的目标 水下的目标的速率 调调调调调调调 会有一个图形出来 你可以根据他调放的 去推断出很多水下的状况 是 这些我应该这样讲 就是这个 现在只是掀盖被子的一角 没有整个把被子掀开 里头这个门门碎碎碎很多 不是不管如何 其实我相信 大家都是希望两岸和平的 那在这个时候 其实也有学者 他提出了一个 不一样的战略思维 这位学者是 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的执行长 罗庆生 他指出台湾的地面防卫缺乏众生 西部城市的众生不够 所以没有办法形成嚇阻战力 所以他说 不如选择东部决战 依赖中央山脉 增加大陆解放军的登陆难度 不是说必须要这个 翻越中央山脉 所以他当 从东岸登陆之后呢 他除了面对前方台湾这边 还要面对后方 包括冲绳 来自冲绳关岛的这些美军威胁 然后增加对于这个解放军的 嚇阻威力 刘老师你怎么看这个说法 当然我觉得它是 这是一种说法 所以它提出来 当然也引起了一些辩论 那么当然它表面上是说 它是讲说 因为你西部没有众生 你在东部 然后他们如果越过 中央山脉越南 然后面对这个美国的部队 可是问题是问题 我们的基本上工业 什么经济中心 都在西部 西部如果西部整个摧毁了 那当然也担心 它到底有多少力量 可以支持 去支持这个 已经少部分 已经到东部的这些高层 这我就不晓得整个战略 但是我其实 其实这其实应该比 张靖茜茜这边应该是 更能够专业的回答 因为现在战争是 我们为什么战争是这种想法 因为我常常觉得 有时候战争可能不是这样的 而且有个问题 就是说难道国防部 可以主导这个解放军 从东部这个地方来 你不主导 然后在战争打起来 新的武器不是这样打法的 对 人家为什么要听你的话 从东部走 对啊 为什么要从东部 为什么要这样 这令人不解 这个问题对我而言 确实是很为难 罗庆生博士啊 是军训教官出身 他跟我不一样 我一辈子是真正在 国军的中央在这个地方 去了解这个全犯状况 但是对于国军的能力 我退伍了 我的态度是 我不知道 我不能说 我不能讲 我也不想讲 只要我讲出来的 都是假话 所以我必须要讲 就是说 越是这个 这个没有真正在 背面一大段是真来讲 所以我就讲 我们今天啊 就是说 只能做 最坏打算 最好准备 而且呢 有很多啊 往往会出人意表 但是呢 越是真正曾经从事过这个人 讲话 是讲得越少 所以呢 越是把话讲得越多的 你知道 到底他讲的是真或假 假如你看到 有一个国防部的支票 寄给这个罗庆生博士 那就是 他就是出来 讲假话的 他误导你的 那也有可能啊 我看这次新闻的时候 我第一个反应是 除非 驻美代表 小明星 前花莲委 在美国智库 公开演讲说 我赞成放弃西部决战 公布包含花莲 那就不用讨论了 好 Ross你竟然提到这个 因为我觉得 讲到两岸关系 其实今年正好是 中国大陆 中共的二十大 所以两岸关系 一定当然是重点啦 那中国大陆 人民政协报 在日前曾经发表了 一篇文章指出说 在台湾有些暗毒 暗毒的意思就是 披着蓝营的外衣 但是在两岸关系上呢 展现破坏力 而且它们破坏力呢 比绿营的民毒还要大 他们也直接点名了 国民党的两位立委 陈以兴跟林维舟 那当然林维舟有回应 他说表态中华民国就是 主权独立的国家 那如果这样是台独的话 那大部分 台湾这边的民众 都是台独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有回应 他说国民党 从头到尾的立场 都是捍卫中华民国 所以呢是中华民国派 暗毒论你怎么看 我觉得大部分的国民党立委 还是属于比较 传统国民党的思维 就是支持中华民国主权 支持周二共识 陈以兴以前也是马政府 总统府发言人 所以他对两岸政治是 好像是马英九世代的 那个九二共识政治了 所以国民党 这些立委被批评 好像又 我们可以又学掉一件事情 那就是大陆对国民党 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 你觉得他们已经不抱期待了吗 这早就没了 我反对这个想法 因为这个报导是人民政协报 一位记者写的 而且这个事情 在这边引起很大反弹之后 不到两个小时 就撤下了 所以他并不是真正 就是整个宣传体系 或者政策定调 而是个别记者 而且中共政协报 在整个的 就是中共的这个媒体 就中国大陆的媒体的 发言的地位以及代表性 其实我们也应该要评估 所以大家不宜 就是在这些言词上去纠葛 我们必须要了解 中国国民党 是不可能去切断中国的 而且也不可能去无视 这个我们今天以前历史 我们中国国民党之中 也有容共 我们也有清党 我们跟中国共产党之间的 爱恨情仇 以及各种血泪怨恨 那个是非常之多 但是呢 中国国民党也就从来没有忘记过台湾 假如中国国民党是忘记台湾 而且呢 没有重视台湾 开罗宣言上面 不会有台湾跟澎湖 这是我们要斩筋铁解解 所以在那边 要在那玩弄鱼翅 要把中国国民党 改成了台湾国民党 或怎么样 这些全部都是玩弄鱼翅 中国国民党 就是中国的政党 他永远不可能去切断 而且他之前呢 走过的历史 有错误 有血 有泪 有愚蠢 有真正是对不起国人 也有曾经对不起历史 但是他也有带领国人走过最艰难的时刻 这都是我们必须要接纳的事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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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